HELLO 大家好,我是燕鵝Albi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的這家店是我平常蠻常去的一家和牛店 是燒肉 他們的店面不大但是感覺很溫馨 而且它開到12點 不過最後點餐是晚上10點半 今天先預約再來 不然很多好吃的部位都吃不到喔 它是單點式的然後會有專業又超帥的服務人員烤給你吃 我要打個招呼 你看是不是 這一道是伊比利豬飾品 總共有四個部位分為松阪豬、上蓋肉、肋煎肉、梅花肉 它現在開始烤的是梅花肉的部分 油脂豐富、肉脂嫩 帶一點豬肉的甘甜酸味 配合三個部位 椅子餅 接下來是松阪豬 口感偏脆 是豬肉的肩頸捕位非常有彈性 和牛酥的口感類似 又有豬舌頭支撐 一比利珠的妖眼肉又春相蓋肉 只能用綿密形容有一種入口雞花的感覺 很像魚肉那樣的口感 我給他100分啊 這個是厚切牛舌 吃起來外酥內軟又帶點彈性 整塊塞滿嘴巴超有滿足感的 沒吃過了真的要試試看 重點主角上菜啦 和牛五品一樣分成五個部位 板件、前胸肉、扇子肉、內壁肉、牛肉條 每吃點的時候部位都不太一樣 可能詢問服務人員 所以才建議先預約問這家店 目前有什麼部位才不會吃到沒想吃的 今天的牛板件等級接近A1 吃天上半部位會比一般肉來的柔嫩 油花特別平均漂亮 牛味稍重 比較不喜歡牛味的可以沾個檸檬 不然我個人都是吃原味不沾醬的 內壁肉是比較上面的三角部位 比起牛店相較起來就比較扎實 油花較少 喜歡扎實又不想吃那麼油 就可以選擇這個部位喔 前胸肉的牛味很香味都比較濃厚 口感偏扎實 但要比一般的肉還嫩一些 如果不喜歡牛味很重的人 不推薦這道 但也可以選擇沾醬 味道會比較淡一點 扇子肉 牛五花和菲林中間的部位 沒有前胸肉的味道那麼重 算是比較中規中矩的味道 生食級的超級大大干貝 比一般干貝還大塊 跟我的手掌差不多 可以說是干貝乾貝乾媽 吃起來比小干貝來的更甜而且多汁 看看我把它掰開來 那下面純鹹欲滴的汁液 啊 受不了了 我特別推薦他們的食鍋拌飯 有店家特製的韓式味噌 偏辣 但是又不會辣到麻痴頭 整體都很到位 特別是鍋巴酥脆的恰到好處 像我這種不敢吃辣的 其實就會覺得很辣啦 但是敢吃辣的應該是覺得還好 吃完任何東西當然都要覆蓋一張甜點卡 結束這回合快樂四神仙 就介紹到此為止啦 是不是看著口水直流呢 人生真的要吃一次和牛 而且要挑對的地方才有品質保障 我相信是燒肉對於愛吃肉肉的夥伴們 肯定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不容許你錯過美食 還不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掌握煙耳的最新影片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